现在中外影视剧 最离不开的就是后期特效了 什么妖魔鬼怪 神仙外星神 怪兽奥特马 各类各样 宠类丰富然而呢 很多你看起来很正常不过的场景 却是用一些啼笑皆非的手法拍出来的 若是把中外影视剧 中的特效却掉网友衬 演员们都演成了神经病 你爱别不信国内有很多场面 确实是有很多人堆出来的 真人 而在美国人家需要的时间 所以很多都是充气娃娃嘛 这是就连最喜欢目光之城中 贝拉抚摸的狼人 也是由特效堆出来的 那么演员到底是咋演戏的 国内不是特效 而是一个姓头 也做到了类似特效的感觉 估计女演员的内心 OS是我现在在抽鸡 嗯一定是在抽鸡 最经典的就是少年派的奇幻漂流 中的自然景观特效漂流记 的老虎也是很666的 麻烦您至少拿个像样的玩偶来吧 这个奇形怪状的到底是什么东东 这只会说话的玩具熊 麻烦你严肃点我们国内的仙侠剧 最不能缺少的就是特效了 去掉特效以后 感觉像是在看一群神经病跳黄肠舞 而且参差不齐咱国内的仙侠剧 早就开始了这种体验 但是啊 国外这个童年奥特马 原来是这么拍出来的奥特马 快 多吃点图 你就更有力量了 看完这些有没有感觉很后悔 为啥要回我童年超人系列 是不是很666呢 好想试一试这个会飞起的斗篷啊 权力的游戏 中黑水和大战士小恶魔的成名之战 其传奇程度堪比赤壁之战和怡灵之战 令人震撼的是特效 然后在爆炸火焰的基础上添加更多的细节 这就丰富 写实 然而呢 我们国产火焰感觉是火鬼 要来了既然都看了 再来电更扯的情节是血 不是 是翻街角 好像也不是 好像是五毛钱特效 一样都是血 为啥人家HBO的就那么新鲜 国产的就是颜料呢 有目有感觉很可爱呢 霍建华 玩起武侠特效简直帅死了 而且一点也不尴尬下面这张图 谁看懂呢 看看银河护卫队 里面的那个超级机枪侠浣熊 是怎么拍出来的吧 好想让龙母摸摸 我若是把中外影视剧中的特效去掉 演员们都演成了神经病 不过 看剧的你过瘾就OK的啦 好想让龙母摸